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我们采用墙体顶部方线的方法来便于观察和矫正 首先我们需要用到两根厚度相同的木方 来分别固定在墙体两端的谷柱上 当木方固定后 我们用细线绳连接两端的木方并拉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一 绑线的连接处一定要自然贴合木方的外层面 保证不留空隙 二 连接两端的绑线尽量拉紧 拉直 三 绑线要以顶导梁的垂直高度抑制 放线完毕后 用以之前相同规格的木方靠近放线的空隙 一 以直线为参照观察墙体顶部的直度 二 观测时 尽量用内测实线垂直于木方和弹线的角度观测 这里需要保证细线与墙体测试木方的间距小于两毫米 对于大于两毫米的地方 我们应该采用斜制程对墙体进行校正 校正后需要重复以上校正步骤 直到符合以上要求 墙体放线矫正完毕后 下一个我们准备柔管和扇的安装 本次使用的楼板格杉有两种规格 分别是帽形行架和C型行架楼板格杉 我们需要使用到的连接件有 A型连接件 L型连接件 E型连接件 以及L型封边连接件 在安装连接件之前 在墙体的领导梁处 对格杉的安装位置进行测量和标记 这里我们根据图纸注明的尺寸说明 标记出每个格杉的中心位置 下封边连接件安装时 需要注意边缘要与墙体外侧的边缘对齐 根据节点图要求 与墙体顶导梁连接处 需要用S型方式打盘头自动钉 间距为150毫米 连接件与楼板格杉竖杆处打两个盘头自动钉 楼板格杉连接件与墙体安装 需要注意的是 连接件可以结合图纸要求和现场施工人的灵魂情况 选择安装在墙体的外侧和内侧 如果连接件距离格杉一端钉头较近时 需要连接件的方向向内以便于安装 这里我们为了避免于外墙外侧安装的L型封边连接件的位置发生冲突 我们选择在墙体内部安装此连接件 打定位置及数量可参考相应的节点 冒型航架楼板格杉与墙体连接时 使用碟型连接件HEA HEA采用四个盘头自动钉与一层墙体连接 C型航架楼板格杉与墙体连接1 根据设计可采用L型连接件 连接位置、数量及打定要求见相应节点 C型楼板格杉与墙体连接2 根据设计可采用E型连接件 连接件位置、数量及打定要求见相应节点 当以上的连接件全部安装完毕后 我们开始对楼板格杉进行安装 C型格杉和帽型楼板格杉按照图纸电话的顺序定位 图纸中标识名字的位置及对应格杉70孔的位置 与70点方向相通 连接时楼板格杉与连接件由外溜角和十字源头自供钉进行连接 打定数量根据图纸要求后打满 当楼板格杉安装完毕后 再按照图纸节点要求 安装格杉的L型上方边连接件 接下来我们进行格杉横向支撑杆的安装 横向支撑杆包括十字交叉支撑和水平支撑 按照规范要求 钢带支撑要求宽度不小于40毫米 厚度不小于1毫米 两端应至少用两颗螺丝钉与钢性支撑杆相关 此处十字交叉支撑杆采用规格为 40毫米乘1毫米的钢搭带 横向支撑杆采用规格是 173毫米乘1毫米的钢搭带 安装时位置及打定要求 建相应的节点图 到此我们就完成了清缸房屋施工中 二层楼板格杉的全部安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